DHR 成立在2015年 主要受美國的鼓掌 另外我們也會有很多世界各地的品牌 還有我們也會有一些懷舊的玩具 甚至是Snoopy的收藏品 我們也會在店鋪展示 讀中學的時候 開始喜歡Snoopy 然後就開始去找它的玩具和產品 另外也會繼續去找一些 世界各地的Snoopy的精品 或者是Vintage的產品 我們比較多都是介乎 剛剛出產60年代至到80年代中間 由香港製造再運到美國 再銷售的時候會比較多 我自己比較 店鋪中喜歡的就是 是我現在手上的Snoopy的太空人公仔 它都是60年代至70年代的出品 它是太空人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裝扮都是 1969年時美國星空 它出了一個跟Snoopy合作的公仔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有代表歷史性的一個故事 另外它也是香港製造的 所以它的造工和設計 我覺得都是很有吸引力 基於我們香港製造的一些原因 大家都會看到它有很多不同的細節 Snoopy我覺得它除了一個卡通之外 你看它的時候會有很多不同的卡通分別 就是它的故事性 或者它裏面的意義和含意 都會令你覺得會有得著 隨著年紀不同去看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不同的感受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獨得 比較特別的一個原因 為何我自己會喜歡Snoopy會多一點 我覺得它會有自己的性格 會很像一個你的朋友 或者真是一個令到你意想不到的一個角色 所以是蠻特別的 這麼多年我想都應該超過10萬以上的投入 我想都可能未必止 我會特地去估算的 當你喜歡那樣東西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你生活的一部份 可能你回來見到它 你會自己會開心 為何你每天會買這些東西回來 對於你來我有什麼意義 其實我的收藏品其實是幫到你去接觸 或者去認識自己的 我覺得自己都會保持著用這個心態 去繼續找自己喜歡的東西